觀眾可以看到熊熊大火不斷燃燒 現場瀰漫著大量農煙 這裡是高雄民族一路上的 一家彈簧床工廠 31號凌晨1點多發生大火 而警銷貨包到場後 立刻布水線 並且鋸開鐵門進的屋內 來進行灑水灌灸 幸好活室在10分鐘內就被控制住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裡面主要是都做碰城 你看 因為 在這裡外面走起來 對啊 我忘記了 那根據老闆表示 這間工廠是他跟別人租的 下班之後都會把廠內的電源關閉 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火警 只是幸好當時屋內沒有人 怎麽造成人員傷亡 目前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有在警方調查離清 我們正常的畢業 你擁有被控制成人員 要是有被控制成人員 請你提供人員